吃完飯當然就不少甜品了 那今天的甜品有什麼推薦嗎 檸檬塔 主要有什麼材料呢 杏仁膏、黃油、玉米澱粉、杏仁粉 提前烤好的塔克、古兵蛋、清零 平常的攪拌機也可以 家裡家用的破壁機也可以 要刮一個半的檸檬皮 好清新啊 整個人都醒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破壁 它有點像西餐桌的那種醬汁 白汁那種 好絲滑的狀態 加杏仁粉跟這個玉米澱粉 加了這個粉了 回到樓起第五載有沒有 然後打這個丹青 小彎勾的 也不是很硬的那種狀態 就是我們平常做蛋糕也是 蛋白打發 然後雞蛋、雞蛋液這樣拌在一起 如果太快的話 會不會它的泡泡就是消掉這樣子 不會 最後一步 然後加入黃油 哦 加入這個黃油 黃油是已經 它已經融化好了 融化好了 它就知道馬上就要濕滑了 我覺得 OK了 就可以倒進去了 對 有什麼要注意的嗎 這一步 不用擠太多 不用擠太多 給它全部撲平就好了 OK 已經就做好了 已經是擠滿了這個 曲奇的塔塔裡面了 但是這個只是第一步 現在我們拿去烤是吧 對 那要烤多久 它需要烤十分鐘 十分鐘 這麼快 對 然後還需要加什麼進去嗎 上面還有一層檸檬碎蟹 然後就是檸檬皮打成的 然後就是增加它的清爽感 然後上面還有一層黃油奶醬 上面再加一個意思蛋白霜 然後整體就做好了 哇 哇 好複雜 果然法式甜品 基本上是有四層這麼多的 這個它 那我可以擠其它的形狀嗎 也可以的 這樣就可以再裝飾了是吧 對 現在就可以噴火了 噴火的作用就是 讓它上面有那種焦香感 哇 我聞到好像很香的棉花糖味 它即時整個表面就會 好像美拉達反應那樣 焦糖焦化了的那種效果 真是乖一點那個青檸檬碎 對 就這樣乖一點就好了 真是大功高齒 那我們一起去試試這個 花了很長時間 很多心思去製的檸檬碎 好 好